好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師兄呢 他要跟我就是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他要跟我分享 那我想說與其跟我一個人分享 還不如大家一起來分享 他就是說這一張照片 這是你的iPad對不對 就是哪一天 你是說前兩天是不是 對 大概那個 那個台中 什麼鶴的 圓鶴什麼 好 不管啦 就是台中的一個餐廳共餐 是不是 那這個場地是在 共餐的地方還是在誰家嗎 共餐 這個地方是在哪裡 台中 沒有這個 你現在照片這個地方是在哪裡 就那個餐廳裡面 吃完飯師尊給大家 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給大家摸頭 獻哈達 然後你覺得這張照片 看起來好像是 有一些 神意之處 那因為你是一個 比較 事事求求求求求的人 所以你把它分解出來對不對 因為你是用這個iPad照的 好你就幫我 再回到你剛剛分解 分解出來 分解原始 就是說 這是有動作性的嘛 好 好 再一次 好 就是說 我們通常有iPhone或iPad的人 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它的連續動作 但是就停在這個上面對不對 對 然後你覺得是 哪一個部分 覺得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再慢一點 再慢一點 OK來了 就是這裡對不對 那還看一下 師尊的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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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正常我有一個講 我的喉嚨有點不舒服 因為你那天求 要治喉嚨是不是 所以 對 它就伸到我的喉嚨裡面 就有一個光影的感覺 對 那為什麼可以證明我 我說 因為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你看 師尊是確實是 就他真的很用力的在幫你加持 對 然後產生了 對 你看 你看最後一張 我離開的時候 嗯哼 他確實拍我的 拍你的脖子 脖子 欸真的很 那你有跟師尊講是不是 沒有 我 我 我們還沒 還沒磨頂的時候 我就在實念 就默念嘛 等一下師尊希望加持我的脖子 是 結果我 一開始第一次加持 那個 那個 那個就 弄到我的脖子上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嗯 那你之後就好了嗎 對 好很多 好很多 對 所以你就是要 藉著 因為我們 常常有很多的照片 都是 非常的 不可思議的一些 意向 所以你就是說 這一張照片 就多生出了一個光芒出來 就是針對你的喉嚨 是 所以他這是一個連續的 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iPad跟iPhone都有這種功能 就是拍出連續動作 對 那就是他解圖這一張 他看到了有多出一個光 就是多出這道光 剛好射到他的喉嚨 大家看到了嗎 這樣好清楚喔 這樣就更清楚了 嗯 沒錯沒錯 怎麼我覺得我現在連連現在都多了剝葉光啊 剛剛我覺得我這畫面裡都多了剝葉光 他怎麼這樣子 對啊 不是啦 這個是反光啊 現在在螢幕上面這個是反光 可是剛剛多了一個剝葉光 如果大家眼睛尖的話 師兄歸姓 歸姓 歸姓 歸 歸師兄 好 謝謝你的見證 所以呢 這又是一個真佛大感應 謝謝你 我們來看看外面外面的月亮 人家說今天外面的月亮 在哪裡在哪裡 外面的月亮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在哪 人家說外面的月亮今天很特別 可以誰找得到 看不到月亮 可能要再到樓上才能看到 好 我們就把這個工作呢 交給等一下的小編來告訴我們 今天的月亮有多麼的神奇 很美很美 OK 所以剛剛那個照片大家也可以分享出去 那個師兄他真的是扁桃線不舒服 然後心裡頭希望師尊能夠加持他 結果照片中 他每一張每一張的解析 介紹 那我們就知道真正的是 我們要以這個師尊的神通力來講的 神的那個照片是可以證明 有感應的 而且他真的從加持之後 他覺得好了 待會兒再回來看師尊 給大家磨底 謝謝你們的支持喔 泡麵好吃喔